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 HELLO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 大家笑好 我是利歐 今天台北股市很明顯 又出現一個亮縮下跌的情況 但是就在大家以為 這個盤沒有行情的時候 我們的一檔強力看好的波段持股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來我們先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下跌48點 其實這是符合預期的 因為台北股市的這個量能 它是不斷的往下縮 尤其到今天只有650而已 越接近封關 投資人的觀望氣氛 觀望心態是越濃厚 所以成交量不斷往下縮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火 需要這個木頭 這個木頭你沒有一直持續的 往這個柴火裡面去做一個 增加的動作 當然這個火就燒不旺 引火就燒不旺 所以這個木材 就是股市上漲的一個動能 當然你這個木材持續 就是在減少情況之下 當然股市漲不動 而且其實從這兩天 股市在高檔 呈現一個小紅K棒 這樣子在那邊整理的時候 你看這個日線的KD指標 其實就已經在往下走了 已經開始收斂 然後死亡交叉 今天就明確出現一個死亡交叉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有提過很多次 資金會集中化 所有市場資金會集中到特別強的標的 也就是成交量大的股票 今天成交上第一名股票是誰呢 就是台表科 你把ETF類的扣掉 今天台北股市 1600檔股票裡面 成交量最大的就是台表科 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台表科 今天會這麼強呢 這個市場訊息新聞 昨天的訊息是大舉擴產 奇怪 這不是貿易戰嗎 很多廠商像環球晶 它本來要擴產 那現階段看一看之後 好像不太對 所以這個地方擴產暫停延後 可是你看台表科 它竟然還大舉擴產 我們昨天下午還特別跟大家分享 它的營業毛利率跟稅後的淨利率 是連續三季都持續不斷的果行成長 我們跟大家分享是什麼 是說它的本業有結構性的改變 昨天的新聞訊息 媒體很清楚告訴大家了 已經證實 它接到全球觸控IC廠龍頭 這個新思NB指紋辨識模組的訂單 包含像它的印度的一個組裝產線 它的產線也要擴產六成到一倍 要增加它的產線 那主要是供這個飛瓶的這個行動裝置 包含像中國大多方面 包含像車載的這個相關產品 那還有物聯網通訊模組 包含像電視用的這個板子 也都會慢慢的持續增加它的產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早在12月24號 就跟大家分享過了 百達斐立馬表中之王 為什麼他叫他表中之王 因為他這張股票真的是讓大家覺得又愛又恨 為什麼他每次只要突破40塊 就往下壓回 突破40就往下壓回 那這個地方終於在最近突破40塊 站穩似的 突破不算 還正式站穩 他已經站穩40塊了 那當然是發動它的波段的漲勢 因為他已經確立 他在這地方就是明確的表態 而且你看他成家人就知道 已經創下整個波段以來的大量 好 那你看這是今天的訊息 今天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還特別的跟我們的這個朋友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來跟大家講說 這個美國早上第一則訊息 先告訴大家說 這個在美國傳出月底 可能會取消這個貿易談判 那白宮立即出面 曾經說假的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是一個 代表說貿易談判在月底 還是會如期的舉行 那因為雙方 美中雙方其實還都是想要完成這個貿易談判 只是說你看 那個美國還要求說 把這個孟晚舟引渡到美國 其實這個現象 會讓大家感到擔心害怕 因為美國股市就大跌三百多點 那很多投資人在這個地方 因為快過年 又更擔心說到底要買還是不買 但這個只是美國 他為了要增加他談判籌碼 所使用的一個心臟喊話的一個技巧 那實際上美國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想要 就是在美中談判 是能夠希望能夠達成一個進展 所以現階段關鍵時刻 你要特別仔細看什麼 強勢股一定是年後的主流 那你看今天只要9.07分 我還特別的跟我們的群組裡面講說 這個VIP群組 這個表哥現在跌1.6% 就是低點尾盤一樣會收紅收高 機率非常大 41.5附近可以接 你看這9.09分 9.07到9.09分 你看 9.07到09分有沒有 有沒有最低是來到這個9.09分的時候 41.55 這個附近有沒有 41.7 41.55 41.6 有沒有 41.75 這個附近有非常多的這個成交量 因為他是成交高達3萬張以上 都可以很輕鬆的買 來我們看一下 9.07到9.09 就是我們左手邊看到圈圈圈圈圈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波段最低價附近 你看最低是41.55 那尾盤是不是像我們早上說的 收債最高價有沒有 我們說這個地方尾盤收高收紅 機率非常大 41.55附近9.09分 是可以買進的有沒有 這個地方最低來到41.55嗎 好 所以收盤又收的5點 漲5.43%你看這個地方 盤中收高拉上去之後 大家又很多人在這邊 我可以猜到大家心態 就是想要當沖 看他會跌 因為這個地方大家不敢買 因為他已經突破不敢買 當然看他不順眼就想放空 放空回到平盤說實在的 我很想在這個地方再買一次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買那麼低 這地方我們就不用買 因為我們知道尾盤這些 當天去做現股賣出 甚至於去當沖 甚至於去放空他的尾盤 常會補債相對高點 果不其然 最後一盤往上大幅度的 做一個收高的動作 因為昨天空單又增加600多張 前一天空單增加2000多張 當然這張股票 當然會呈現一個軋空行情 軋空行情 所以就算你不買他 你也不要去放空他 你看他的成交量 昨天甚至於高達5萬張 連續前面這三天都超過 3萬張以上成交量 而且非常明顯的 他就是橫盤突破 再創波段新高 我們那時候還特別舉例子 我們以台達電當作例子 告訴大家 台達電之前也是非常的 走勢非常的不乾脆 他呈現一個大三角收斂 撒下去還跌破前面這個起掌 接近起掌的位置 這一波上來 又跌到前台前破的支撐區 又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現行好像很糟糕 很快過了快不行了 有沒有 來來回回正大聲 你終於突破之後 突破之後 就代表他表泰了 表泰之後你不要再空他 再空他有沒有 就被嘎上去 好 你看連這麼大型的股票 讓他突破這個大三角收斂 都會有這種走勢了 來我們看一下 泰底也是一樣 你看前面這個現行 糟糕到不行 有沒有大家覺得說 這盤 這股價是完蛋了 沒救了 他又上來 上來之後你以為他挑戰前高有沒有 他又給你跌回來 所以來來回回之後有沒有 這一根突破 正式突破之後 他就連掌三根 連掌三根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 大三角形收斂之後 強力表態的一種形態 所以台表科也是同樣的狀況 所以在這種地方 他有基本面 而且技術面也是同樣的道理 何苦在這個地方去放空 好 我們看一下 今天早報裡面 特別提醒到一個題材 1月25號到1月28號 是台北國際電玩展 我們特別舉了幾張例子 過年在家無聊 還有包含學生 現在已經放寒假了 會幹嘛 玩遊戲 娛樂商機 有沒有我們特別舉 Oh my God 網絡 育拳 大宇之 其實育拳這檔股票 是我非常非常看好股票 其實之前 他就是之前 大概上禮拜 率先攻上掌停板的一檔股票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育拳有沒有 早上都還在平盤之下 來來回回 今天尾盤 就攻到一個掌停板 所以有看我們早報的 基本上 就算不是我們交付成員 他也可以有收穫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另外一檔重壓的股票 其實這檔股票 最近走勢也是讓我們覺得非常生氣 但是他在今天盤勢呈現亮縮的時候 他今天成交量已經比前一天來的更大 而且這個地方也小幅度的往上走高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認為 他也是隨時敘事待發 有機會也跟隨著表哥腳步 再一度往上做一個攻擊 好 那整個台北股市大方向的部分 像今天是台北股市的這個週選擇選結算 但是我們從月的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外資在這個地方 他的期貨部位 進多單部位 還是創近30個交易日以來新高嗎 不然像這個前五大前十大大額交易人 他的部位也是呈現一個 創30天以來新高的部位 而且你看這口述都非常非常驚人 這代表說法人還有外資大額交易人 他是非常看好後市的 尤其是投資人 一般投資人賞戶的融資育額 是創下一年以來的新低 不到1230也 而且是每天減 當然是無可厚非 因為非常多人都不相信 這邊會有千點行情 我們從這個盤跌破前波低點 9400點之後 我們就告訴大家說 這個地方破底 他會破底方 破底穿頭 他會展開一個千點行情 這個千點行情已經漲超過600點以上了 而就在大盤爛爛的時候 我們的重壓股票 今天又再創波段新高 好 所以我們的股票其實像這樣子的股票 他就是不怕人家賣 有辦法在年前 尤其是越靠近年前 他越漲的股票 通常這種股票 年後一定是主流 因為他的結構性有改變 他才敢這樣漲嗎 所以我們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持續鎖定我們股民大家賴群 有最新的訊息呢 也會隨時跟我們的投資朋友做個報告 我們的帳號是小老鼠 HZD5326J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拜拜